3月5日下午,勇夺世界场地单车锦标赛两项赛事金牌的香港运动员李慧师凯旋返港。 大批传媒早于机场守候迎接这位两夺象征世界冠军彩虹战衣的港将。 月下午40时许,身穿彩虹战衣的李慧师由教练沈金康陪同下步出机场, 向传媒笑言回港后最希望吃云吞面铸节。 表示此次能得如此佳绩,心理素质影响很大。 我其实都是想着拿彩虹战衣的,我想最主要是我的心理比较稳定, 心理再加能力那个发挥都是很好,所以可以拿到彩虹战衣。 多谢我的团队,因为其实他们在我背后是付出很多。 被问即如何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李慧师表示, 此次比赛的优异成绩或许会带来更大压力, 但信其他选手会对其战术等各方面做出研究, 会尽量令自己心情平稳,用轻松的状态去继续备战奥运。 香港单车队教练沈金康表示, 接下来奥运前一年多,所有选手包括李慧师都将会更激烈地争夺和准备。 我们知道强中必有强中手,两个金牌已经过去了, 未来的金牌属于谁是位之数,没有产胜将军的, 所以我希望李慧师通过这一个两个金牌产生的动力, 去更努力地进行奥运会前的备战。 感谢观看